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台南市政府花莲救灾支援队伍,协助这次花莲地震受灾地区的道路修复救援工作。 由于台南两年前的地震救灾经验,救灾团队动作迅速确实。 南市公务局今天表示,连花莲县长及花莲市长也非常感谢台南市的支援,并称赞台南市团队铺的道路又快又平。 市府表示,南市第二批花莲救灾支援队伍于八日清晨由副市长吴宗荣授其后,包括公务局副局长陈世仁总工程司王雅和专门委员维市修等主管都出动协助救灾。 61名支援人员 34台机具,经过11小时长途跋涉抵达花莲,经过与花莲县政府应变中心指挥官员一番讨论。 台南支援人力九日依照及针对有利及性危险道路,全员投入抢救修复,并且兵分三路。 除公务局水利局人员负责抢修破损道路,环保局人员则支援协助花莲市公所清洁队工作。 今天第四天,台南市政府支援人员继续进行抢修道路与整理环境清洁,并协助在运垃圾和消毒工作。 根据南市公务局统计,台南市救灾团队至今日上午10点,共出动162人次,机具34台,抢修花莲市区明里路,福丁路,重庆路,明义街,三明街,中正路,公正街,福建街等8条道路及路口,面积达3020平方公尺,并支援清运市区受灾互费器物24车次及云。 门脆皮周边路面消毒300公尺 公务局表示,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近中午时间抵达花莲,特别前往灾区未落支援协助修复道路执行人员的辛苦。 赖院长也特别强调台南市政府是由吴宗荣副市长带队,在吴副市长的带领下,公务局是有经验的专业团队,让有救灾经验的团队来支援这次花莲灾情市区域。 最正确的 最正确的